各位好,半日收了市了,看看我们的五大指数 五大指数就是现在以国企股和科技股 特别是科技股升了4.45%的表现最好的,国企股升了2.5% 其三个指数,恒生指数,红酬指数和纵合指数都是表现不错的 纵合指数升了2.51% 至于升降股票数目比率,当然是升的股票数目,多个跌的股票数目 全部的指数都是 接着我们看恒生指数期货的小时图 小时图一开始就升穿了保利加通道顶部 由于保利加通道顶部一路向上移 令到那个价位回跌空间受到限制 市一路在高位都是偏稳的 各大指标全部都是五个指标 主要数分析指标都是利好 关键位看两个 第一个位就是这个 291.33 第二个就是这个 293.41 当然你说要再升上去 初步的重要阻力在哪 就是这个高位 297.95 接着我们看看 国企指数期货的小时图 情况都是相弱的 支持位就上去1.1250 关键位就不用看太高了 是这个 1.1412 我们先看看它有没有反复 有没有反复升上去1.1673 前面 科技指数期货的情况就是 差点 虽然它升幅最大 4.4% 但是它只是贴着 普特加通道 顶部走 但是没有说是 升破了 指标依然是全面利好 那就是 都看看那个 关键位 现在很淡 登阶即市 就是这个高位 8514 上面一个 阻力 我们先看看哪个位 29 这个 8.766 8.766 就是 即市的第一个 重要阻力位 那我们看完这个图表 指数期货的图表之后 我们看 年货主板市场的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是58.42 是配合升市的 那今天呢 咦 连续暂时录得第三个交易日 是录得资金正主动买入 虽然就不够120亿 那已经很不错的 然后呢 看板块 33个行业内的板块 呃 呃 软件服务业 资金正主动买入31亿 医疗保健业 14亿 这两个是超过10亿 最好的 那期质接近10亿 在成交金额最多板块之中 就有 资讯科技器材业8亿多 一般金属及矿石业 都是8亿多 那看一看 33个行业内 只有两个 瑞德斯金正主动买出的 分别就是 化学制品业 和零售业 比例就是最差 然后我们看 五大被动买卖 成交了最多券商 加上计划买入和卖出 依次序是 CreditSuite 美林证券 JP Morgan 高盛亚洲 和中国投资信息 那 就 看一看 多数都是买了腾讯 如果拓价来计 有一个很少相 很少见的 就是1378的中国宏碟 连第六位的虎途证券 都是 第六位的虎途证券 第六位的虎途证券 都是主力托 但是 他主力托就是这两间 这两间就是 中国投资信息动虎途证券 但是 压价也有对手 就是 JP Morgan 其他的股票 就没什么特别 是大户 主力托和质的 不是托 托和压价 托和压价 在谈谈小米之前 今天要谈谈重点股票 小米之前 我们先看看 这个 下面 开给美指期货 大家看看 美指期货 现在是3914.12 升至1.091% 那 即时重要阻力位 是在29514 大家看着这个位 在这个位置 附近预期 应该有很大的即时阻力 下边的支持位置 不用看 太低了 28714 那 三个指数之中 三个暂时 都是比EAS 估计决价格高 特别是科技股 所以 下午市 随机有很大的利淡消息 突发性消息 出现 否则 明显 下午市 二升 难 跌 比大活拖 高位的机会大 可能会有些回徒 但也不会有大的下跌 接着我们看 日经 偏低 1.28% 上海偏高 0.39% 深圳指数 没有什么 偏高偏低 顺便 看完今早说过的 头十 昨天 资金钱储栋 买入最多的 大型股 大型资讯 科技器材股 偏高偏低 幅度 全部都不大 最明显 偏低 偏低 2.36% 雷蛇 雷蛇 1337 但也不重要 因为也不够 5% 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 要讲 讲完这个 我们就看 中线正硬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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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牛6位 最值得持有的股票 这次就是 中银香港 工商银行 港铁 石药集团 建签银行 和农云集团 而他们的持过量 就是这两个 平均数 接着 讲回小米 小米 先看报价 现在是22.4.5% 上午收 最高是22.6.5% 最低是21.2.5% 走势一路是稳步向上的 小米今天 虽然有些离淡消息 就是说 有几间环球的指数 将它剔出 成份股名单之外 资金正主动卖是6.6000多万 资金流向百分率很高 17% 历史波幅是59.5% 等于恒生市数 2倍左右 而成交 如果我们用500万 分界 即是特大户和超级大户 格为计 108宗 上午 只计标准次动对盘 主动卖股比率 对版的59.41% 加拳平均价是22.1.09% 1.09% 如果我们用1000万 即是超级大户 那情况是如何呢 25张成交 主动买股比率 68.32% 很高 非常漂亮 单纯平均价是22.26.5% 不过留意 22.5元 最多成交 已经变成即市阻力位 而即市施市位是22.3% 还有要看的就是 资金流向 非散户主动卖股比率 56.44% 刚刚加价格 高局过去5日交易日 平均的45.55% 而今天是连续第3日交易日 好似大市 路德斯金程序 这个卖股比率 暂时是6.6000多万 好过过去平均 5月6日平均的 1.16000多万 不过是 资金程序 这个卖股比率 我们看到 现在是22.45元 下面最重要的支持 是22.1.5元 这条最长 还有就是托价 今早主要是 这间 JP Morgan 有5700多万港元 资金程序 被动买入 托价格 22.01 但压价格 今晚又多了 很多间 头5间 都是 5700多万 这人排第五 也有7400多万 左手 Credit Suisse 麦格里资本 高盛亚洲 政券 中信里昂 政券 加上 美丰政券 平均 压价格 都是21.22元 左右 21.9元 平均 21.9元 左右 接下来 看看图 这个图 这是 小米的日线图 日线图 虽然今天反弹 但其实也是一样 力度 你看看 年车某高位都过不了 指标方面 RSI 升回上去的五天平均线 STC 想发出 买入纵路1% 刚刚升穿1% D 由2个好 3个淡 依然是偏淡 如果我们大胆 由这个高位计 不要由这个高位计 先由这个高位计 为什么由这个高位计 因为之前有一个持续升浪 当它是一个新跌浪 就是32.3起计 32.3起计 跌到 天几日的28.5 抱歉 20.06.5 说错了 20.06.5 接下来 22.8 就是昨天反弹上高位 我保证一下 22.8 昨天反弹上高位 没错 我们就计出 好的 反弹目标是如何 0.382 0.5 0.5 和0.6 100倍 分别是 25.1 26.4 7.5 和27.8.5 接下来 如果要审慎少少 就不要看这三个 先由最近的跌浪 由27元 我们先看这三个算 23.6 23.6 23.8 2.5 和24.6 7.4 再看中线的形势 中线的形势 最好是 则很不美 有很多阴烛 有很多阴烛 但是好处是 尽管保折家通道底部 加上 这个周期 暂时 腿位都很长 显示低位 有买盘入市 维持秩序 当然 是全面利淡的指標,但指標全面利淡就不是好東西了 再看月線圖反應長期形勢 一個好,兩好,三淡,兩好,偏淡,也是三支陰燭 值得留意今月出現了一個SAR 低位暫時26.5 就代表下個月,後個月,再前,再後個月,不要讓它出現低於26.5%的全面低位 否則不止短期調整這麼簡單 短期反彈可能會引致中期調整市況的出現 今天分析到此為止,多謝各位收看